我玩猴子你玩鱼姬 我玩韩戏你玩鱼姬 我玩阿柯你玩鱼姬 我玩纳克鲁鲁你还玩鱼姬 好啊今天带来捉鸡刘司马亿 一种全程针对鱼姬十几次的玩法 具有多强 看完这个视频 打野玩家会感到极度舒适 大家好小外 46星排位赛 明文出庄直言达 选用喜欢的朋友记得收藏一下 最近有很多朋友问我 什么打野英雄好上分 这赛季我推荐大家用老虎鲁鲁 还有东方进 但是玩打野只用物理英雄打是不完整的 就比如说对面有鱼姬 你会打得非常难受 团战想切鱼姬 你首先要找他走位失误 没有队友保护 其次还要计算他二技能CD 即使你把握住这两次机会 你还要计算他闪现时间非常麻烦 有朋友就说 你不是还有队友吗 说句实话 能克制鱼姬的只有法师 如果你家法师练英雄 对面鱼姬又会玩 你这局多半是没了 所以建议大家在练手司马亿 只要对面敢选鱼姬 瞄选司马亿把他从头抓到尾好吧 好的到达四季之下来发育鹿 从草丛卡视野一技能进场 EA2A趁机打餐鱼姬 他闪现我们大招送他回家 他上一波是不是交了闪现 打完篮继续来抓 一技能入场普攻跳他身后 二技能普攻跳墙另一边 他开大撞墙两下普攻送他回家 之后小地图看到奈克路进场 一技能拉下走位 等他交完技能 EA2A配合干将秒掉 司马亿操作其实很简单 但是操作细节点很多 就比如说这个技能后的强化普攻 是会跳到目标身后的 灵活运用技能后普攻的位移 可以在团战中躲很多技能 然后中后期入场时机是重中之重 等一下会讲到 刷外拉河道卡视野反蹲到纳克路 他想越他秒干将被闪现拉开位置 这边还是简单的EA2A 逞机三下普攻直接抬走 这边中路河道蹲一波 路路凯入场切干将 小走位加一二技能留住凯 配合蔡文姬送他回家 余计入场我们伤害不够 先去轻中路线 小走位躲开鱼姬 一技能之后诸葛亮入场 继续拉走位 利用蔡文姬挡一波大招 这时候关羽大招绕后连环顶 帮助诸葛亮抬走蔡文姬 蔡文姬都要哭了 好像我们跟他有仇一样 这边抬走诸葛亮打残鱼姬 帮助狼狗完成收割 这里关羽给到我们纳克路 视野一技能没好大招入场 分对面站位 落地接一技能EA2A秒掉纳克路路 上路爆发团战 本来想用大招CAKE投来着 前几天不是一直在打 纳克路路老虎劲的战力吗 只要碰到对面选鱼姬 我就感觉双手被绑住了 完全操作不了 特别是队友在拿个马可去打鱼姬 一点游戏体验都没有 这边纳克路路还敢来反野 大招直接飞 落地普攻 卫一躲凯一刀 二技能普攻秒掉纳克路路 之后一技能按完不要急着普攻 等凯回头交技能再普攻 刚好躲伤害 对吧 你一技能领体不要那么急 把本体拉过来 先骗技能再用普攻调整站位 要上不上对面是最难受的 然后我们这个大招 跟女娃三技能同理 手揍秒很浪费时间 抓单直接点就好了 系统预判是最准的 这边拉反纳克路路的红 草里有个连坡 他一二一接大招 让他打好吧 一点都不疼 等他表演结束 他队友来支援 一技能直接牵纳克路路 一二二一 逞接大招后撤步 躲他普攻 大招落地送他回家 这里抓一手诸葛亮 大招下出他闪现 一技能本来想追 关羽来了 那就打连坡回血 等关羽分诸葛亮走位的时候 二技能普攻秒掉诸葛亮 之后一技能配合关羽 秒掉连坡 这边一三技能还在cd 被鱼姬打残 先去清线回血 满血关羽想去单吃鱼姬 结果直接被反手带走 我就说嘛 大家如果想要物理打野上分 尽量把鱼姬给尽了 你看就像这局 如果我拿个韩庆 阿柯 露露之类的英雄打野 这局鱼姬早就起飞了 来到中路 一技能下出鱼姬产线 狼狗开逐日 完成收割 这边压到对面高地 先观察对面战位 连坡开大 进场机会来了 一技能绕后 普攻 二技能普攻 秒掉纳克 露露诸葛亮 问大家个问题 你觉得什么英雄 可以克制司马懿 听说点赞的朋友 今天打排位赛会实验室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